大家好 今天是6月17日 星期三 市有少少高度的整固 但严格来说 大市都没怎么脱落 即是一路咬住 昨天的高位在阻挤 我们先看看指数 早市轻轻高于19点 到24,363 之后有少少反复 略为低见24,195 但这一刻指数虽然跌至149点 但仍然稳守20和50天线之上 到午后开始慢慢涌下 虽然升势不是很明显 但指数直到现在这分钟 曾经一度高见24,532点 即是在这一刻升了188点 相对昨天的高位254,534点 其实是很近的 即是说明的大市 是想等机会向上下 好了再看看 20天线在24,022 50天线在24,069 即是指数只要稳守 这两组鸣移动线之上 初步转停的势头是没有变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等 等条10天线 现在是在24,544 即是指数能够突破24,544点 就出现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初步回稳 但仍然等它升离才行 起码可以2、3、8点 否则一会跟12、50天线糾纏在一起 市况就不免了 不过说日子 其实市是有机会的 因为今天距离月底 不要算今天 明天开始距离月底 还有9个交易天 是有足够的时间 但仍然让市场走回便不上去 如果突破10天线 下一个目标将会直至100天线 其实100天线每天都跌 现在跌至24,886点 至于能不能够突破 今个月的高位25,303点 就要看看成份股如何行 你单单是腾讯和联交所做好的 其实都不够 因为两只加上占行成份 只是13.76% 其他成份股都要稍微配合一下 好像上一层 为何市场这么亮 可以去到25,000多 就是因为25,303 记得大家 在今个月10日曾经见过这个位置 当时汇控都上了40元 中移动、中公建和友邦 都略为帮帮忙 如果你单单靠腾讯和港交所 其实要推上25,000多 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说真的 必随指数不要说 腾讯股价很英俊 现在这分钟是咬着451元 作品率水平 属于紧购高台 阿里巴巴更加不用说 去到218.4 今早曾经见过 美团短并一直强势 没得谈 这一分钟是171元 其实今天创了上市高位175.9 至于平安好医生 现在不弱 最高见过114.8 现在是110元 其实 几只股价都在高台 因为相对低位 现在根本上是高台 只不过就是大部分资金 全部都是眷戀着一些大数据相关股份 你说健康 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健康 因为始终来说 一直在这几只摸来摸去摸去摸去 其他都是原地踏步 这个情况再伸延下去 我都是有点点担心的 但是没办法 实体经济一直都是疲弱 不论是收租股 金融股 或者其他各类的股份 在这个逆境之下 暂时来说 都没有太大的憧憬 也都很难过是资金 一直是眷戀着一些 擅长的股份 那根红顶白的情况 是没有改变的 仍然都是炒股 就不炒市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一刻再无尽的话 我就不觉得需要太融了 都不知了 细住轻轻走走 看看有没有办法 赚回一点点 这个心态就比较健康 但是来到现在才重锤的话 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安 因为股份的股值 好像美田那样 我都不知怎样来计算 以现在这个价值来说 以往值来说 四百倍的善率 怎样落手去买呢 是吧 好了 今天的分析 下午分析 我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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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